天歌爱的小鸭鸭 方总 你慢点吃 又没人跟你抢 要不 我再给你要一份 让你打包带走 那多个好意思 老板娘 可以再帮我打包三份吗 好嘞 您稍等 谢谢 你不吃 我平时不吃这种油炸的东西 方冷也不吃 爸总都不吃垃圾食品吗 那我吃 你跟方总 很熟吗 剥削和被剥削的关系 怎么了 你认识他 酒会上见过 我看他拉着你的手往外走 就像私奔一样 你们 该不会是男女朋友啊 吃慢点 你的想象的有点 太过于丰富了 怎么还男女朋友呢 刚说完 不需要关系 为什么停滞啊 韩助理说 您晚上在这儿定了位子 不用了 开回去吧 好的 等等 你慢点吃 你慢点吃 喂 嗯 你等一下我老板来了 我先走了 谢谢你啊 你吃你吃 拜拜 今天很开心 谢谢 走了 拜拜 彩小七 怎么了老板 你 你什么事 你不是说你不喜欢吃炸鸡吗 我方向心做的 我思维很跳远 你好可爱啊 我上午不喜欢吃 我下午就喜欢吃了 我有什么问题吗 干嘛 干嘛啊 喂 你们好 你们喜欢吃炸鸡吗 送你们 别人送我的东西 你就随便给别人什么 别人 干嘛 不好意思啊 这个我还是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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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我下了 你有病啊 哎 放我 哎 哎 干什么 我也想要那样 哎 呃 哎 等一下 那个椅子好像是坏的我记得 坏的 对对对 坏的不能给客人做 你做那个吧 不好意思啊 雷小来了 来来来 吃什么味儿的自己拿啊 坐坐坐坐 来来来 蒜泥 香菜 冯烈 放个位置 为啥 我觉得我坐这儿挺好的 我觉得你那儿更好 跟我换个位置 我 有眼力加 哎 去 这 怎么打不开啊这个 拆解你会吗 我怎么打不开啊 我最会了 你看看 宝宝 这个超销忘记叉了 哦 你看我 没关系 你就坐过去吧 我现在这里了 我来吃了 我去拿菜 好了 今天降温了 特别适合吃火锅 我们一定要好好吃啊 都吃点肉肉 好 来喽 大龙虾 鲍鱼 还有牛肉 我吃了 牛肉放那儿 小夕 你这是 中彩票了 算是天上掉馅儿饼 那就是不劳而获了 不劳而获不是每个人的梦想吗 我不轻易占别人便宜 但是别人把便宜送上门来了 我总不能不要吧 来 开吃 我去拿酒 你不知道酒放哪儿是不是 我 我帮你 不用了 你怎么还在生气啊 那个 我 我跟你说 礼物在于真诚不在于数量 你看 多可爱 还有这个 这是周思琴给我的卡 里面总共有十万块钱 我给小布和柴姐 买了衣服和电子产品 还有外面那些饮料食材什么的 可能就只剩五万了吧 留给你跟科研部 我帮你装起来啊 好 她为什么要给你钱 她还挺有眼光的呢 能看得出来我是你的得力助手 所以想收买我当鉴定 你就这么告诉我了 那当然了 我肯定不能信她的对不对 还有 对付唐一炮弹的最好的一个办法 就是先把唐一吃下去 再把我炮弹给打回去 小七 酒拿好了吗 来了来了 我去送酒了 好 原来是这样 天可爱的小鸭鸭 方总 你没跟他们一起出去吃火锅啊 我正要去 对了 有一件事情 我想要跟你解释一下 小七呢 她不是一个小七的女孩子 其实昨天 她给我跟小布都买了礼物 唯独她自己最喜欢的那条裙子 没舍得买 现在像小七这么傻的女孩 已经不多了 所以你一定要好好珍惜哦 谢谢柴姐 姐 这个呀 是柴小七这几天的这个 这个消费记录 昨天呢去SKB啊 买了几件衣服 下午呀又跑到海鲜市场呢 去买了 楼下和鲍鱼 姐 你怎么吃的 你说这个柴小七啊 我让她跟我汇报 方冷的一举一动 她倒好 她跟我说什么 今年八点半 方冷吃的是火锅 算的是青菜和猪脑 不喜欢吃海鲜 你说这孩子 这脑袋是不是傻呀 不会吧 我第一次跟她交手的时候啊 就被她骗了一千块钱呢 大概是第一次坐卧底 对夜晚不熟悉 这十万块钱快花完了 我就只知道了 方冷爱占香油碟 还没扔掉啊 又不幼稚 挺可爱的 真好喝 这就是 你发给她的情报啊 收了人家钱总得干点事吧 我可是个奖心用的人物 你帮我对付周思琴 作业报道 我带你逛商场 好呀 但是这个点儿 商场都关门了吧 哇 中文字幕——YK